这年头,真的是什么梗,都能按到明星头上,蔡徐坤和肖战,一个是18年爆火的明星,一个是19年爆火的明星,在蔡徐坤身上,18年是他爆火,此后,他一直专心做音乐,到现在,他一部戏都没有拍,看得出来,他对音乐的热爱,你想想,爆火的时候,难道没有本子给他吗? 看看那些只要有点知名度,都会有戏拍,上综艺,但是蔡徐坤没有,他爆火之后的一年里,专心做音乐,音乐还经常被国外媒体报道,国内都是贬低,若是当时,蔡徐坤遵循资本运作,拍戏,接代言,上综艺,凭他的知名度,不得七七爆,但是他选择沉淀下来,专心做音乐,如今也有许多出圈的歌,现在,做音乐很难,之后,就上了跑男一个综艺, 别人都是成为好几个节目的固定成员,而蔡徐坤就只有这一个,他真的很有自己的打算,如今他也足够低调,但是,依旧被黑粉攻击,之前,就因为开团了这句话,如今成为蔡徐坤的一个黑梗,蔡徐坤这个,跟肖战的有异曲同工的意思,都是黑梗,也是遍布许多黑粉,只要提到,就会有人拿肖战玩梗, 如今也是跟蔡徐坤一样,上了热搜,为什么会上热搜呢,因为肖战的代言人,力博开评是肖战,所以,黑粉就把顶上热搜,跨火盆的意思, 居多是觉得肖战,久而久之,火盆就跟肖战关联,只要是肖战代言的产品,肖战官宣的影视作品,都会被黑粉拿完梗,但是,你看看肖战的代言,或者影视作品,不管是销量,还是播放量,或者是出圈程度,都非常不错,不过是黑粉自我安慰,自认为罢了,其实也可以从另一个方面看出来,看到肖战有心代言,上微博开评,肖战如今发展的越来越好, 黑粉破防了,所以看不过去,想要拉销战下水,大火的明星,总会有几个黑梗